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舞台剧导演兼演员佳福和电视剧本作家妻子英蒂长期结伴 夫妻之间感情深切 也因为两人工作有重叠的部分 妻子的剧本创作灵感也来自他们感觉最赤裸的时刻 一天 佳福发现妻子有外语 但也没有向他质问 只是静悄悄离开 英蒂告诉丈夫有话要说 但还来不及开口 英蒂突然离世 一场重要的对话也就无法有结论 两年后 佳福被邀请到广岛 导演一出用不同语言演出的俄罗斯剧作《万尼亚叔叔》 因为安全的关系 剧场为佳福找了一个年轻的女司机杜丽 杜丽的开车技术逐渐赢得佳福的信任 在彩排和演出的几个月中 司机与乘客也慢慢地敞开各自关闭的心 多年的心结也逐渐被彼此解开 改编自日本短篇小说的《Drive My Car》 被导演冰口龙界搬到大萤幕 在贾纳影展获得最佳剧本 在今年奥斯卡提名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改编剧本 整部电影历时近三个小时 但却没有感觉冗长 而是以十分稳健的进度 以公录电影的模式 看剧中人物身心的演变 剧中的舞台剧 以多种语言的形式演出 包括日语 英语 普通话和韩国手语 也要人插亮眼睛 主角西岛秀俊带有梁朝伟的影子 无声胜有声的静态演出 全片紧扣观众心弦 演司机的三浦透子 更是在开车的时候 能够演出他人物性格的真实 《Drive My Car》体现的还是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身边亲信或许无法坦诚 最终必须靠陌生人来道出内心最深处的情怀 在车上《Drive My Car》 要大家思考对身边的挚爱是否能够完全清新 获得满分五分的最佳评价 观众不该错过 电影目前在湾区各地戏院上映中 全片则部 全片则部 membrane